阳年的到来只剩八十天了 作为全球华人 习以为常的除夕年夜饭 每年在这个时候 央视春晚也都已经开始准备菜单了 虽说对于阳年春晚的 获邀嘉宾还是 油爆琵琶半遮面 但是目前 以言类 歌舞类 杂技魔术类和 創意节目等各大门类的导演 都在大量的收集节目 广泛英雄体 特别是网上征集春晚主持人 充分调动起了网友和观众的参与乐趣 据导演组透露 2016年阳年春晚将以 佳河万世星所为主题 在节目的选择上坚持三部原则 黑俗 媚俗的节目不用 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 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 此外 导演组还透露 阳年春晚将最新融入一大亮点 那就是新媒体的全程互动 用时下最先进流行的 新媒体技术手段 进入晚会的直播全过程 听到这个消息 网友们可是极度兴奋 这是说可以实时参与吗 不怕大家吐槽吗 哎呦 可以在电视上 看见自己说的话 看来在追求年轻化的 哈文导演的带领之下 阳年春晚还真是值得去的